我爺回到了衙门 转过天来派了几个衙医 到家里来拿行李 二爷说了 衙门口最近事多 说要搬到衙门去住 哪天得工夫再回来瞧 大爷没往心里去 哟 你看这事闹的 怎么这么忙啊 行了 衙门口有事 先忙着吧 搬走吧 给拿的行李 一转眼的工夫 冬天就过去了 天逐渐就暖和起来了 武松要去送公文 家里撇些了 武子郎撇下来 盘金莲 天天的 这武子爷出去做买买去 盘金莲跟家待着没事干 后来没事就找事 所以说这个人呢 有的时候确实是 没事找事这话说得太对了 这天就惹了祸了 大伙都知道 这个回幕叫挑帘才艺 但咱不能说太细致 因为中规这说的不是武松 说的是盘金莲与西门庆的爱情故事 小莲站在二楼那儿 挑着竹帘子 这竹竿掉下去了 楼底下过一位 啪叉撒脑袋了 谁呀 色中恶鬼花里的魔王 杨古县头号大流氓 西门庆先生 跟这儿来说有钱有事 做买卖 吃喝飘躲什么都好 这天打这儿过 打上面啪 掉一猪肝 也就是说那个年头科学不发达 现在那个大铁干子 不锈钢子 苦茶要下来 西门庆就完了 水火就后半本就没有了 猪肝下来整砸脑袋上 这儿真急了 还真正一台头 高兴 为什么呢 上面站着一个美貌的家人